第26届到28届 创始第1章 26届到28届 那么在讲到之前 讲一个笑话给你好不好 我有讲到笑话的时候 你一定要笑哦 不笑都很没有给你 你知道吗 从前呢 有一只老五 很喜欢吃的人很凶残 然后到处去吃人 他吃人杀人的那个恶 罪恶 已经达到天平了 令到上帝看人也生气 所以就派了一个天使来制服他 先此一到那个面前 施行他的能力 把他捆住了 把他惩罚人的以后 叫他整个整日 老五呢 就扶在他的前下 然后呢 天使就对这个老五说 你的恶已经达到天平 从今天开始 上帝要惩罚你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 这个 惩罚你三年的时间 不可以再吃肉 吃灾 有听过老五吃灾吗 吃素 也只能够吃菜 不可以吃肉 我吃老五就很辛苦 但是因为是被惩罚 服刑嘛 三年他说很不甘愿的吃灾 很不 厌烦的吃灾 吃到很厌 不过他还是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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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三年他的服刑一到 你被放了 他被放的时候 当他真的很想吃肉 而且他最喜欢就是人肉 他就恳求天使 天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吃最后一个人 这一次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天使看他那么可怜 而且三年父亲真的没有吃到肉 就硬据他 最后一次 天使就在讲说 好 最后一次啊 一个人败啊 最后一个啊 但是有一个条件 基督徒不可以吃 不是基督徒可以吃 基督徒不可以吃 哇 这个 哇 这高兴啊 冲撞的声音 一跳出那个village 他的乡村 打开眼睛一看 前面竟然是一个教会 他整个人要 要晕掉 然后他看到一个 在那边排回排回 看到一个基督徒走出来 拿着一笔真经 他就在那修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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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扑过去 把这个基督徒吃掉了 然后天使就被天使知道了 天使就直接下来 这块啊 他用他的法语在捆住他 在惩罚他 他就很痛苦了 天使啊 天使啊 你为什么这宝都没有做错事 大胆毛贼 你自己满台说 你没有做错事 我教你基督徒不可以吃 为什么你连基督徒都穿在这里 他说没有啊 没有啊 我都信不到他那基督徒的味道 我就吃了 吃吃吃吃吃了 他就吐出一个口出来 嘴巴吐出 一喘到嘴巴出来 你看 我的天然话 他嘴巴有基督徒的味道 我其他没有 我吐嘴巴 我没有吃嘴巴 我吐到嘴巴 对不对 想想看这个是个笑好不好 不过 我们应该反省之 反省一下 我们生命是不是只有嘴巴是基督徒 整个身体都不是基督徒 整个生命的土不是基督徒 今天我要给你分享一个 开始分享一个体积的 大家看自己 我要给你分享学主的样式都有福 我们要开始真的同情学习主的样式 对我今天拍了一个密码网上告诉他 学主的样式都有福了 学主的样式都有福了 因为我要跟你分享 为什么学主的样式那么一样的重要 打开圣经创世纪第1章26节到28节 创世纪第1章26节到28节 主要的结果是记载 上帝怎么造人 神怎么造人的情况 基督徒1章26节到28 好 我们一起来看 圣经这里记载说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大家说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 大家说样式 造人 是他们管理海里的 以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 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些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 造人 乃是照他的形象 造男 造你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着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就祷告 结束我感谢赞养 今天早上 你又在 让我们生命因这里的话语的丰盛 我求告主你的圣灵 求你帮助我们 明白你的旨意 好让我们的生命改变 谢谢你全力祷告 我们耶稣基督徒生人求 你看到这个记载的时候 兄姐妹我们的人怎么样造成 圣子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 我们是照着上帝的样式 照着主的形象 主的形象而造成的 然后上帝造人的时候你注意 上帝造人给我们的形象是像他 所以我们像神 他把一个地方叫做像神 像神的话 当然是完全方式完美的 毫无缺陷的 那朋友姐妹 当我们像神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丰盛的 应该是美满的 应该是幸福 应该是充满着喜乐 而且充满平安的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 我们的身上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可能说我们遭了 许多的过患 痛苦在我们生命里面 对不对 原因处在哪里呢 原因处在就是这个形象 上帝给我们 照我们的形象 脱身了 看不看 要比前往他 到他脱身了 坏了 简单来讲 这个坏了 这种阿弹的笑话 犯罪了过后 你会开始 人类的生活 人类的生命 人类的作为 就越来越败坏 没有好的 一直坏下去 你看从事记第三章的时候 第一次谋杀案就开始了 而且那是很早期 第一次的谋杀案来的 从哪里开始 就从亚当而笑 犯罪过后就开始了 然后接着延伸到 这个索罗马阿波拉 再延伸到 罗亚 再延伸到索罗马阿波拉 再延伸到 现今的时代 这个罪是越来越恶了 而不是越来越好的 有看报纸吗 早市面前 你看报纸的时候 不一样的报道来的 打劫就是这样打劫 OK 有有强奸飞 你的有 对不对 都是晚上 对不对 现在不一样的 这样子每一次打劫都接杀 就是杀死了 而且每一次你能被抓 不只是报理 而且一定要监杀 不只监杀不了的 而是解肆的 砍了好多段 不见了头 不见了手 这样子 这种事情以前有吗 很少 近来你会发觉到报纸 几乎每一星期 都有这样子的行为 原因在哪里 人越来越饿 将来的日子更加饿 弟兄姐妹 这个是我们人类的情况 原因在哪里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为什么这些宅货来 原先无力无足 就领到你的生命 原因就是人的形象 破损了 这个上帝的完美 破损了 弟兄姐妹 今天 我们要明白 为什么我们的生命 面对这么多的苦难 就是因为 上帝给我们的形象 破损了 难道我们来看 耶稣怎么样帮助我们 再看第二段经文 这个 马来福音第十一章 二十八节到三十节 马来福音第十一章 二十八节到三十节 马来福音第十一章 二十八节到三十节 也许知道我们的痛苦 也知道人类的情况 也知道形象破损了 他讲个这样子一句话 请注意点 马来福音第十一章 二十八节 凡劳苦丹 重丹的人 他们一个面前帮他 劳苦丹 你重丹 我问他 可以来到我这里 耶稣叫我们 来到他那里 当我们来到他那里的时候 他就是 他说 我就使你们得 安息 然后接下来 第二十九节 这里说 他怎么样帮助我们 得安息 注意看 注意看 他说 我的心里柔和谦卑 你帮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大家说学我的样式 学我的样式 对呀 学我的样式 这样 你们就是必得安息 很奇妙 他来到 你来到他们面前 他叫你学 他的样式 学他的样式 就是秘诀 学他的样式 就是关键 学他的样式 就是那个得福的管道 学他的样式 事情就改变了 学他的样式 就蒙福 平安 再看这些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单子是清神的 各位姐妹 耶稣要我们学他的样式 要我们负他的恶 段经文我看了很久 我还是不怎么明白 到最后 我开始很细的去考察的时候 我发觉到 耶稣为什么说他的恶 他的恶是容易的 他的单子是清 的 当你学到样式的时候 你就得安息 我们看这张照片 那这个是恶 看过吗 这是牛 离田跟田的恶 你看这两只牛 犹太人也是这样子的 他们种麦田 也是这样子 有两头牛来离田的 有这样子的 也有这样子的 那为什么要有两头牛呢 当时的那个文化系统 当时的那个 耕田的那个手法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的 很普遍性的 老牛会老的 老牛也会死的 也会病的 所以每一次 一定要有一只小牛 来跟着老牛理解 但是这个小牛 这个恶 躺在他的背上 是不用力的 所谓的力度 所谓的压力 所谓的重担 他都在这只老牛 或者是大牛的身上 他只是做错样子而已 扛住 然后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他要教这只小牛 跟着老牛的方向 来走 老牛已经经过训练了 他懂了 他懂了他怎么要离 怎么离 一定会的 老牛一身都在跟田 这个小牛跟着他的时候呢 反正小牛都不是来跟田的 他来玩玩啊 看看世界啊 有时跑进去 就是他都来一下啊 又有时是吵一下啊 又有时失去了focus啊 所以就跑去旁边 跑去左右 然后这只老牛呢 就会按着他的方向呢 拉着小牛 跟着他的脚中走 跟着他方向走 慢慢慢慢 这只牛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很习惯性的 跟着这只牛的方向走的 他会走了 然后慢慢才跟他分担 慢慢就把这个根呢 放在这大牛 中牛的身上 从此呢 他就代替了他位置 他就等死 他就等着退休 明白吗 所以耶稣讲这句话 他说你学我的样式 你就得 你父我的恶 我的恶是容易 我的当时清神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你靠着耶稣的时候 所有的难处 所有的重担 所有的苦难 如果你愿意 到他那里 他就 给你躺 你就走得容易 走得精神 可以改变 如果你愿意跟着他的方向 跟着道路的时候 你就走得精神 可以改变 前两天 星期五的时候 我在DM唱道 就来了一个佛教徒 当天晚上我也讲了一些 道德 一些德行的事情 就是饶恕 圣洁 这类的事 这类的道 所以在他听了过后 过后呢 他就问 带他来的那位弟兄 那弟兄很聪明的 回答他 他说问题是这样子 你们路师 跟我们的佛教的 所谓的那个道德 也差不多一样啊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来弟兄就这样子回答 说 其实 佛教也讲德行 我们也讲德行 但是我们信主的人 有什么不一样呢 佛教讲德行的时候 就是靠着你自己去行 所以你走得很难 走得很辛苦 很难 但是如果 我们是基督教 我们靠着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会神 帮助我们 给我们力量 带领我们 改变我们 释放我们 我们就做起来 就容易了 我说你答得很好 你答得很妙 这个就是我们 整个信仰的 不一样的地方 大家都做德行 其实每做要德行 每一改好的性格 都对你有好处的 今天有很多 不是基督徒的人 他们生活也不错的 因为他们是好人 他们用很多方式 建议自己 使自己能够 走在公义的道路 所以他们也同样 带来好的结果的 但是我们信仇的人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信仇的人 走得更容易 因为有耶稣 有没有人在 耶稣说 他把他的恶 扛在他身上 他带领你 只要跟着他脚步 你只要不偏离 左右的跟着他脚步 就会越走越好 越走越好 而且走起来 会避其他宗教 走得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神 是听祷告的神 你的神是真神 阿们 对不起妹 今天我们看到 我们知道为什么问题来源 就是因为我们的形象可以破损 这个形象是上帝挤出 造天地的时候 给你的这个人的形象 是完美完全的 然后今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叫你学向祂的时候 你就得到安息 对不起妹 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学书 今天我要告诉你 第一 你学主你就得福 学主你就得福 学主你就得福 买福音第一 十一章第二十八节 这里小心点看 耶稣讲一句话 他说 烦恼你当中当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 我就使你 我就使你们得安心 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呢 整个 整个真理里面 有跟之前我们所读的创世纪 开始创造人类 那个情况的时候 有直接性的关系 刚才我可以看到 创世纪上帝是照着 他们的形象 就是照着神的形象 照着我们 然后因着亚当 笑话犯罪 最终进入人的世界 然后罪了捆绑 罪了种族 就种族了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生命里面 一下来呢 就全部堕落黑暗 遭落 所以人就面对死亡 开始人就完全 开始人的生命 就开始破损 当破损的时候 当然带出破损 后果 然后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原因 是做什么呢 有两个 第一个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成为人的样式 有祂目的呢 第一个目的呢 就是祂必须成为人的样式 祂才能够 等我们还这个罪的债 就是死亡 如果你有上我的 那个木道课程的时候 第四课的时候 人的回应的时候 我就开始跟你谈 基督的神性 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是100%的人 大概是100%的人 也是100%的神 当我们看耶稣的神性 祂是神 祂不会死的 神让你会死的 神是看不见的 因为神是个灵 对不对 那你看空气看得到吗 祂确实有在 OK 灵魂看得到吗 看不到 祂确实有在的 邪灵看得到吗 看不到 祂确实有在的 神的灵看不到吗 也是看不到 祂确实有在的 那 祂是一个灵 所以灵就不能死了 灵也不受限制的 耶稣必须 来到这个世界上 拿了一个身体的样子 这个身体的样子 必须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人 100%的人 有感觉 有痛 可以流血 有伤 可以死的人 来替人类还这个罪有的债 就是我们 唯一的机枉 所以祂必须穿上人的样子 天安威第一章那边 说道成肉身 神变成人 的整个神学 就在那边 明白吗 明白吗 所以耶稣 从这个人的身体来到 这个世界 就是为你和我 定在身上 然后才可以 完成这个债 破除我的最重点 第二个原因 祂来到这个世界上 成为人的样子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补偿 或者代替亚当和笑娃 做破损的形象 成为一个模范 大家说 模范 来让我们学习 过一个真人的生活 异议的生活 完美的人生 本来是彼此过 我们的生彼此完美的 好的 也不能做坏的 本来就是好的 怎么做坏呢 但是你看你现在 你不是去学坏 你必须很努力的去学好 对不对 你信主以后 你必须学不讲变化 哎呀我讲变化习惯 你必须学不讲粗话 对不对 你必须学习控制你的情绪 为什么情绪需要控制 这么奇怪 对不对 为什么不能不生气 反而我一直生气 我要去学习不生气 对不对 我必须学习正直不玩手段 以前我从这里手段 那里手段 现在我不玩手段了 为什么我必须学习 去做好的东西呢 这么奇怪 人为什么要去学习 做好的东西 而不是天真好的吗 本来是天真好的 但是我们士气的榜样 自从亚当叫我士气的榜样 让罪进入人的生命 被罪恐挡 后你的生命 留着罪的咒诅 和罪的瑕疵 所以你变成 学好很难 学坏就很容易 反而你长 很容易做败 你必须很努力的去学好 一时来到这个世界上了 他再次代替 那个士气的样式 那个亚当士气的样式 重新让你有一个模范 有一个模范来跟随 有一个模范来学习 当你学向他 跟着他照顾的时候呢 你就得起 当你学他的时候呢 你的生命就改变了 为什么 学他才会得福吗 今天军图很想有 这样子的情况 每一次你有需要 没有什么改变 你心里平安 也希望祷告过后 就改变了 对不对 所以我在 鼓励祷告很多人都站出来祷告 他们都希望你祷告就改变了 那祷告有没有改变 有 当你需要平安的时候 我为你祷告你真的得平安 当时就得平安 上帝的祝福能力 就领到你生命 让你得平安 但是问题去哪里呢 问题就是上帝的祝福 不能长久的停留在你的生命里面 因为你的形象 你的这个样式破损了 你还是留着罪你的样式 问你 你来祷告平安 回家的脾气不改 又被老公想骂 平安 还有没有 没有了 你有平安的来说老婆说平安 给你受不了 上帝也给你了 但是你的生命的那个形象破损 你的个性 你的性格 使到你的平安 流失掉 消失掉 这些个性就阻碍你 使到上帝的祝福 临到你生命里面 那你永远得平安 所以你看这个图有很多 这个图就是这样子 对没 来的教会 有平安吗 有喜乐吗 但是还有问题 人在哪里呢 就是改不掉 就是不要学 主 他们需要instant 就是很快的祷告 给我改变 祷告的对 还要改变 能力来了 但是他必须有一个管道 来 来接受 这管道就是你的生命 如果上面祝福领导的生命 但是你的形象 像你的样式破损 你的生命改变不了 所以耶稣叫什么 耶稣告诉我 你如果劳武重担 还要我这里 快点来 当你来的时候 学他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能够改变 而且 这个祝福停留在你的生命 可以长久 得以长久 不然的话 他祝福不到你 或者祝福你了 那个祝福停在 一个方面 翻变而不能直接的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长久的祝福你 原因就是 生命 个性 破损了 兄姐妹 今天你要得福吗 你要得福不只是祷告而已 当然祷告有祝福 这个是肯定的 祷告就更加容易 这是肯定的 祷告你的生命更加容易改变 这是肯定的 但是你愿意吗 你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学习吗 这个非常重要 当你愿意学主的样子 你就得福 如果你还是坚持 你的生命 要走在自己的道路 那个祝福 不能完全的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就有所阻碍 就有所破损在里面 破口 这里来这里出 这里来这里出 就不能完完全全 长久的享受 第二 我们来看 为什么你要学主 当你学主的时候 你就得改变 那时候要改变 学主的时候 就得改变 那医书讲了一句话 第十一章二十九节 他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 你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大家说学我的样式 学我的样式 这样 这样 你们的心就得安心 学我的样式 这样 你们有用这样的 用这样 学我的样式 这样 你们的心里就改变了 哈哈哈哈 什么东西 对不对 这样 学我的样式 这样 你们的心里就得安心了 那你注意啊 整个话语的整个其道地方在哪里呢 当你学了主的样式 这样 学了主的样式 之后 学了主的样式 以后 学成了主的样式 过后 改变了 改变了 所以对不对 我们很相信祷告 但是祷告为什么不能改变 上帝在这里 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答案 祂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不能改变 因为有一些东西不重要 就是 你的样式 还没有改变 你还留着罪的样式 兄姐妹 每一个罪 每一个罪的那个破坏 就带来一个后果 一个结果 当你的生命 你的个性里面 有问题的时候呢 同样会带出 那个问题的后果 对不对 所以怎么祷告得好 有祖福 有平安 不过那只是暂时性 今天如果你肯 学主的样式 真的 让主来说到 要改变 这个祝福真的可以停留在你的生命长久吗 但是如果你还是坚持己见 当然你做了基督徒 还不是一样 你做了基督徒 还不是这样子 这就是名义 想想看 上帝要祝福你的家 那是你的家常常想吗 为了什么 理性 这祝福怎么停留在你的家 还有那有时你会心平安 但是过后还不是这样 什么呢 上帝要祝福你喜乐的生命 但是你常常 就是压力放不下 祷告的放不下 几能晕天 还是要追求 那个利益 上帝不给你的东西 你不愿意圣福 那我问你了 上帝要祝福你 让你喜乐 得到吗 还不是不能 对不对 对不对 上帝要带你的生命 让你富足 但是你的惰性懒惰 使你不做工 你精进怎么复苏起来呢 对不对 那上帝要带领你的脚步 让你脚步得平安 不过你的生命 常常就冲突 常常就走进那个危险里面 我问你 怎么平安 怎么得到生命 为什么得到有一个问题 不是祷告没有力量 也不是你没有祷告 你虽然祷告 但是你没有活在主的样式 你不愿意学习主的样式 听懂吗 因为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第二个阿丹 成为上一个阿丹的模范 让我们重新走进祂的祝福里面 学的样式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安息 为什么 因为耶稣 上帝创造你的生命的时候呢 把所有好的都放在 先放好的 人之诸性本上 这句话是对的 人的脊柱是善良的 所有好的在里面 每一个好的东西都带出一个好的结果的 因果报应不是从佛教来的 而是基督教本身整个的道德公义 上帝所有的那个定律都是这样子的 当你的生命正义的时候 当然接触正义的果子 当你良善的当中 那你会接触良善的果子 这是上帝起初抱在我们的生命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形象破损了 所以我们不能接触好的果子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他站在你的面前 他教导你 你要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做 难道你每一次做好一件事情 学到主的样式 你有什么意思改变 你有什么意思改变 所以在这段经文 耶稣在讲一句话 我的心里柔和谦卑 我就在想 为什么拿柔和谦卑呢 为什么不要讲忍耐 恩质 或者良善 为什么要学习柔和谦卑 什么意思呢 那柔和谦卑 就是接触每一样圣灵的果子的 整个key 关键 如果你心不柔和 顺服 不谦卑 把自己放下来 你永远学到上帝的样式来 我告诉你 人类最大的罪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人要成为什么 这个是人类最大的罪 就是我要做主 我要掌权 我的生命是我的 我自己管 我的生命是我的 我负责 就是因为这样 人多罪主 今天耶稣说你许我 我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百八十多人的时候 我柔和谦卑 顺服我的天子 你学我这个样式的时候 你就改变 你学我这个样式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突破 你学我这个样式的时候 你就想安息 人不能想安息 就是人自己要成为神 当你要自己带你自己的生命 掌管你是不是生命的时候 你要走自己的路的时候 对不起 你永远找不到去路 因为在那里 因为上帝给你的路已经定了的 上帝给你的方向已经定了 那条方向就是唯一 所以你要进入上帝的赤福 和所谓的应许里面的 弟兄姐妹 今天 我要告诉你你要改变 你要改变 你必须学了主的样式 当你学了主的样式 你的生命才能够得了痛 当你学了主的样式 你才能够得了安息 结果当你学了主的样式 这样 你的心里面就开始得福 当你学了主的样式 但是罪了咒语就不能临到你的生命里面 不再恐怕你 然后你的生命就开始接触 所有上帝赐福的过程 平安喜乐丰盛就在你生命里面 当你学成的时候 学成那个样式 这样 你就开始得福 这样你就开始得改变 第三 我要告诉你 为什么你要学主的样式 当你学主的样式的时候 你就得失望 大家说得失望 得失望 那耶稣说 我 因为我的恶是有益的 我的单子是亲神的 这两句话里面告诉我们 是你整个生命得到自由 当你扛他的恶的时候 跟他的方向的时候 你不拉扯 你不向左右 你不挣扎 跟着老牛一起走的时候 这个方向会带领去对的地方 而且人的意思还是大不过那个大牛人 他还是把你拉进他的方向里面 因为他要跟天 对不对 这是童小的训练 所以也就是说 当你扶我的恶的时候 你愿意扶我的恶 不要自己扛的时候 你会走对的 当你愿意扶我的恶 扶我的单子的时候 你跟着走根本那些跟天的礼 都不在你身上 不在我的身上 所以你跟着走的时候 当然是轻的啊 当然是容易的啊 但是如果你要硬硬 偏左右的话 这单子是重的 人都是这样子 上帝祝福了 但是走歪路 遭受祝福了 讲一个 讲一些事情给你听 我这一次去美南 做了很多事情 我这一次去美南 我帮助了这间教会 他们请我去解决 他的教会的领导层 领袖人 教会领袖人 太太、丈夫都是领袖人 而且在讲上讲台人 他的丈夫偷吃 跟外景 然后因为他是教会的领寿 所以教会很难助理 就请我过去 帮助他们 我去的时候 那情况很糟糕 我坐在那个男的 跟着丈夫 面对的 先面对他的太太 太太差不多 跟我谈了 什么动作 我坐在那边 听什么了 没有一句好话 三个做动作 都是讲的 他的丈夫 最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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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 就把他挖到一旦二斤出来 我在那里想 哇真的很喘 我跟你讲 然后我听了这个三个做动作 我会回去找 他们又带他丈夫来找我 我就坐在那边 跟他丈夫谈 他丈夫是他们两个做动作 都是讲所有的最坏最难听的最不好 我帮你他自己认识他的太太的事情给我行 我就坐在那边听个两个做动作 哇很热 哇很累 超累 听好东西 很高兴听坏东西 很累的 很累 我真的很累 不喜欢做不老的 但是没有办法 到时候 他的丈夫跟我讲了几句话 我就跟他讲了几句话 他说 我不能忍受他 他很烦 他放不过我 他折磨我 晚上给我睡觉 他弄到家暴了 他打他丈夫 他丈夫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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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黑金了 他只给所有世界的人 看他黑金了 他说你们看到都是他黑金的吗 他先出手了 他打我了 我还走我大腿 蹲打一下他从头上喷掉 然后他冲到他只给所有 因为我这里长得有谁看到了 这样子 我自己都不知道谁对谁说在那边 没有 我只告诉他一句话 弟兄 这是你的报应 对吗 没有错 我讲这句话 没有错的 在圣经里面 大卫王 是不是 大卫王 他是一个好皇帝来的 而且他是一个蒙古的皇帝来的 他没抢战 没有抢输的哦 他打到所有的地 都收回的时候 成为皇帝的时候 他竟然不用再打仗了 在那王宫里面 享受 在我家库柜睡到太阳平息 睡到太阳打屁股的时候 开始起床了 这么样的好皇帝 在享受着 将军这么大的祝福他哦 他就是在 他站在睡醒了 他站在灵台上 看到人家的太太中央 心里面痒痒的就叫他来 结果为了盖这次的罪 他竟然杀人家的丈夫 他自己的将军 那个丈夫来的 在首领那个丈夫来的 结果他一杀 他就在他身上宣布上一个审判 有没有 然后他就来找他 他说 你看到一个家 他有钱 家里面有很多牛羊 OK 很富有 隔壁住着一个很穷的人家 然后只有一只羊 然后整家人就靠着贺羊买 就靠着这只羊为生 那个人竟然抢了人家的羊去宰 为了请客 你说这样的人怎么办 他说 救了上帝他 他就说 那个人就是你哦 明白 所以上帝就向他审判 向他事情审判 他说 刀剑并不理你 并不理你 刀剑并不理你 一说 本来用战战 现在你必须逃命 刀而剑追着你 整个事情发生了 他的亚撒龙 他的儿子 背叛他 他睡人家老婆一次 他的儿子 睡他十多个老婆 众目睽睽 日光底下睡他老婆 报警了 然后他本来是王帝 结果竟然给他儿子追杀 变成落荒狗 逃命 不过这个人很奇妙 这个人很特别 特别在那里的 有一次他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 有一个孩子叫四伯爷 坐口水 揍他 骂他 他的将军 给他把刀把他杀掉 他会有特别的地方做什么 不要杀他不要杀他 让他痛 让他骂 我希望他这样的做我呢 上帝会减轻我的罪 上帝会原谅我快一点 这个别特别 虽然犯罪 为什么上帝还爱他 就是他有被改痛悔的心 所以我告诉这个男的 这是你的暴力 你不透视这些问题 不用共产生的 就是你透视 今天你的老婆嬉笑 这样子的事情 每天晚上发生精神折磨 这是你的暴力 你知道吗 所以男的 请注意一下 你暴力 很赖 真的很赖 真的很赖 你的老婆已经够痛苦了 男生只有两个老婆 对吗 对吗 对 抱一个 然后我就告诉他说 我对你的也是这样子讲 我说你有100个理由 告诉我你要离婚 你要离婚 人上父都不好都不好 我同情你 但是我不能同意你 因为我是牧师 我只能够跟你讲圣经 我说当你破坏 这上帝的定律 你破坏的时候 你离婚的时候 你离婚的时候 中主就赢到你的家 赢到你的生命 世世代代都无数不足 你自己选择 我看到老婆也是讲 同样句话 这是辅导老处啊 都讲同样的话 我看到老婆也是这样子讲 我说 你有100个理由 告诉我 这个太太对你多么不好 我同情你 但是我不会同意你 因为我是牧师 我只能够跟你讲圣经 我说当你破坏 这个定律的时候 上帝的心意的时候 你必蒙受作主 而且这个作主要引到你世代代 哇 你自己选择 我感谢主人 到现在没有离婚了 OK 情况怎么样 我们到了 我回来讲 那就觉得 为什么一个好好的家庭 我忘记告诉你 这个家是很好的家庭 第一有钱 她有一个很好的见证 她是从零做起的 做到一个大好房 有钱的那个 完全毫无欺欠的 她老婆只漂亮 真的很漂亮的女人 孩子有三个 都很健康很漂亮在教会里 很开心的家庭 很幸福的家庭 为什么变成家庭 是不是 为什么变成家庭 原因呢 罪啊 罪的咒诅领导啊 为什么呢 就是小小的心 好说 简单 小小样东西 那兄姐妹 上帝 主耶稣要跟我们 学这个形象 一直跟踪他的脚 跟踪他的形象 有我们好处的 就是不要我们 跌入罪中 因为我们生命 所有的脱缩的形象 所产生的那些个性啊 都 如果形成的罪 就生出 罪至崴崴胎 就生出 死来 对不对 正经告诉我们 如果有罪至崴崴 就生出死来 所以呢 不要让这个死亡的咒诅 这个罪的咒诅 这个罪的咒诅 临到我们生命里面 还要我们学他 当我们学他的时候 得到释放 当我们学他就改变 当我们学他蒙福 当我们学他的时候 我们真正能够脱离 这个罪的个性 罪有的样子 罪有的生命 不要看见小小的罪 我举几个例子给你 圣经里面我抄了一些圣经里面的事情给你看 这些都是一些小小的原因 导致成酿成很大的灾祸 他很正经 马来福音第14章第67章 那边就讲到犀利王有一天过生日 他就是这个要不然当的王帝喝醉酒 然后答应他的女儿说 要我一半都给你 结果他的妈妈因为恨死死业汉 就叫他的女儿说我要业汉的头 他其实喜欢死业汉 他必须亲手把死业汉杀了 就是因为他丢人当都去酒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件事情 在耶稣亚基基七章二十二节那边 有一个名字叫阿甘 那耶稣亚带领胜利的人进家人打仗的时候 都顺利的第一场仗攻的第一个城叫耶利哥城 很容易就把它封建了 然后埃城比耶利哥城小很多 耶稣亚神自告诉他的兵师 弄不多人去 弄到减一半 所以结果大叔死了 好多人回来 原来有一个人在上一个城里面 偷了一些东西 这个人叫亚干 就偷了一件衣服和一些银子 结果上帝必须灭他 说以色列家不可以有罪 不然打不胜仗 所以就把亚干灭掉 而且他据搞种整家都灭掉 为了一件衣服和一些银子 整个家族都照样 而且以色列家也蒙受亏损 一件衣服贪性 可以介绍一下 参孙 我相信你认识吧 参孙在四世纪第十六章 是大义士来的 上面给他一个神力 没有人可以打赢他 他空手可以打死好多好多的法医塞人 阿布拉法这个肥医士人 他甚至可以把狮子撕裂 这种的人来说 没有人可以攻打他 没有人可以绑住他 但他死在哪里 实在是好色 大家说好色 好色 好色 骄傲 为了一个女人 为了一个女人 结果他死得很难堪 我告诉你 他真的很难堪 眼睛 结果他讲他的秘密给女人听 结果法医塞人 这个肥医士人把他抓去 挖到他的眼睛起来 然后只能摸他 信他 到最后未改头发长了 上帝给他力量 结果他和他的敌人同归于尽 结果他不用了 没有人可以打赢他的 就是一直 一个女人 就是那个骄傲和好色的心 就毁了他的医生 再接着来看 加西 加西是以丽莎的徒人 让乃曼将军去求他 因为患上大把风的病 然后他叫乃曼将军去让他洗澡 七遍 结果好了 乃曼将军很高兴要送以丽莎 一些礼物 你丽莎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然后一趟夫人 吉哈西这个人就很贪心 当乃曼将军走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骑马追着来 说我的主人改变主意了 他一点点 一点点 所以我就乃曼将军很高兴 给他 这个二汤 给他一些银子 两套衣服 他回来 以撒一下子就知道 以撒告诉他 现在乃曼将军的把大马虎呢 就长在你的身上 为了两件异图 为了一些银子 一生能长发 打包 我问你 这些钱财有没有用对他 有用 贪心 再看 在列王记上 有一个先知记载 上帝交代他 说你 直接回去 不可以停 不可以喝水 不可以吃饭 结果他不停 他停留在Botterney 吃饭喝水 就被狮子咬死了 不胜伏 不胜伏 一点点的不胜伏 再看 新来书第十二章 那边记载以撒和雅各 其他人 以撒为了一碗红豆汤 打裂为了口渴和肚子饿 雅各煮了一碗红豆汤 他竟然为了这碗红豆汤 就肤浅 就乱 就是很轻挑的 就把他长子的名分 可以就可以了 我那口渴的半死 把他长子的名分 我不信他就拿去 结果他真的 所有的祝福就临到雅各 他续去了所有的祝福 红豆汤 一碗红豆汤 大卫 我不讲了 你自己看 大卫为了一个女人 砸破的光 大卫尖不离他 他说上帝要我们 学习他的样式 学习主的形象 为什么呢 就是要让你过完美的生活 毫无咒诅 毫无迫生 充满自福的日子 弟兄姐妹 你跟他就没有错了 因为他的二是轻的 他的单子是容易的 弟兄姐妹 他要改变你 他要祝福你 不管你要让祝福 可以停留在你的生命长久 如果你的生命有问题的话 你个性有问题的话 我告诉你 他平安哪里可以停留在你的生命长久呢 你的生活还是平安 所以祷告的时候 你早来教会听了主的话 但是还没有 还是没有改变 为什么呢 因为祝福是临到的 但是就是不能停在你的生命 不能停在你的生活 所以到最后还是不好的 原因在哪里 因为你不肯改 你不肯拿出来 你不肯放假 你不肯学习主的样子 你怎么永远得福 所以我要告诉你 学主的样子的人有福吗 当你学主的时候 你就得福 大家说得福 得福 当你学主的时候 你就感念 感念 当你学主的时候 你就死亡 你如果 你学主的话 你前面 一定是光明 你前面是一定是光明 真的 阿们 我会去带你起来 阿们 阿们 阿们